第四百二十二集 什么师尊 话刚说出 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站了起来 他声音颤抖继续道 你说的师尊可是那位 沈时熙将一块玉佩 直接拿了出来 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 极强的气息继续道 这次我在华夏 见到了那位交代的人 见此玉如见师尊 宗主可曾记得 那位交代的人在何处 他叫什么名字 快说 万剑宗宗主一步 来到沈时熙面前 更是抓住沈时熙的手 激动道 此子名为叶晨 论辈分 是我万剑宗所有人的 无上师尊 随后 沈时熙掏出一张符文 逼出一滴精血 闭上眼眸 微微感受 这是叶晨给他的 能够察觉到 也沉现在的位置 方便汇聚 突然 沈时熙脸色大变 眼眸睁开 惊呼出声 不好 师尊有危险 万剑宗宗主 眸子一缩冷声道 沈时熙 把话说清楚 什么危险 师尊现在所在何处 当初 陈天璃降临于此 那阴影依然笼罩在 万剑宗 如此绝世强者的徒弟 身份更算得上 他的师尊 不管如何 绝对不能让内人 在昆仑须出事 哪怕用整个万剑宗的命运 去抵抗 沈时熙不再犹豫 连忙对宗主道 启禀宗主 我刚才用密法感知 师尊就在昆仑须血蒙之地 关键师尊的气息有些虚弱 很有可能受了伤 万剑宗宗主听到这句话 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虽然万剑宗不想惹血蒙 但是此事涉及到师尊 由不得他了 他五指张开 大殿之上的一柄轻剑 直接飞到了他的手里 灵气炸裂 下一秒 他目光凝视万剑宗所有人 万剑宗听令 宗门各大护法 长老弟子准备武器 立刻前往血蒙 普天之下 没有人可以动我们的十尊 是宗主 一道惊天声音响彻云霄 无数道身影快速向着一个方向略去 久久没有关闭的万剑宗大门 第一次合上 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向着血蒙之地而去 足足百人 美人背后有着一柄长剑 杀鸡凛然 以剑为宗他们今日还要用背后的剑杀出一条血路 昆仑须 几家 几丝青在院子里来回的踱步 神色忧虑 纵然他实力再强 天赋再高 有些东西根本无法抗衡 他在武道意图堪称光明大道 无数人敬仰和羡慕 但是在真正的生死之前 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虽然家族的神医将父亲的问题暂时稳住 但是这几天下来 他发现父亲身上的死气不断蔓延 后果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再找不到那夜市天 亦或者几邻带不回林清玄的弟子 父亲会很危险 可是夜市天自从上次在最先楼出现过一次后 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仿佛人间蒸发 他动用几家的所有力量去寻找夜市天 几天下来根本没有结果 他的拳头微微握紧 一股无形的气浪散发开来 地面更是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这是他第一次心中产生了无力之感 突然一个几家下人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 林小姐回来了 他带着林清玄后人回来了 听到这句话 几思青眼眸诧异了几分 几邻居然成功了 难道是那颗金丹的作用吗 不再多想 他化为一道残影宛如清风拂过 瞬间就出现在了几家大殿 而此刻的几邻和林如海 也是快步走了进来 几邻当看到几思青 脸盲冲了过去 小小的身躯 直接跳到了几思青的身上 甚至将自己的头 埋到几思青那柔软之上 很舒服 姐姐 我在外面这么多天 都瘦了好多呢 不过 我可把人带回来了 快夸我 几邻一副等待表扬的样子 几思青忧愁的脸上 出现了一道笑容 将几邻放了下来摸了摸他的头 随后目光落在了林如海的身上 他本以为几邻请的应该就是清旋风一般的神医 却没想到直接带回了林如海 林如海在清旋风的地位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关键此人有如此大的能耐 为什么会跟几邻出现在这里呢 一颗金丹肯定无法收买 林如海也是一步跨出 拱着身子拱手道 几小姐 久闻大名 几思青点点头认真道 林前辈 辛苦了 家父的事情还有有劳您 要不我先为林前辈接风洗尘 再 话还没说完 林如海便道 不不不 直接带我去见令尊 叶先生可是给我下令了 只好令尊才是关键 叶先生 几思青秀眉一贫 在清旋山上 比林如海地位高的似乎只有一位老祖 何况清旋山所有人的姓氏都是林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叶先生 不过父亲的安危比一切都重要 几思青做了一个首饰 向着几家深处而去 林前辈 请跟我来 不多时 几思青几林乃至林如海都来到了一处卧室 卧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性命垂危 林如海扫了一眼几家家主 眸子一缩 令尊的伤势似乎 似乎是被一位顶级强者打伤 如果不是什么力量 帮令尊阻挡了几分 估计身躯都化为血雾了 而且对方的力量有些特殊 昆仑须很罕见 听到林如海的话 几思青清冷的眸子闪过了一丝杀机 林前辈可这何人所为 林如海摇摇头 此事还是要等令尊醒过来再说 况且令尊的情况很复杂 我也不一定能成功 只能暂且试一试 你们先出去吧 几思青点点头 他自然知道林如海要施展一些秘术 直接拉着几林向着花园而去 花园中央亭子 几林抽出一把薯片 刚打算拆开吃 突然想到了什么 将金丹拿了出来 扔给几思青 姐姐 这东西用不上 几思青手握金丹 毛子疑惑之极 此丹居然没有用 那林如海为何亲自前来 林如海的脾气 他有所耳闻 曾经许多强者去求救 但是对方一概不理 无比傲气 但是眼下是什么鬼 他几家的威名 还没强到 能让林如海这种人屈尊 几林看出几思青的疑惑 嘴角勾勒笑道 姐姐 你猜猜 我这次见到谁了 几思青摇摇头 说吧 这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每一件事情都不得已漏 几林吃了一口薯片 觉得姐姐也太不解风情了 他憋憋嘴道 你就不关心 华夏那小子 听到这句话 几思青毛子肘然一缩 你说的 不会是叶晨吧 当然 几林打了一个响指笑道 叶晨来昆仑虚了 还有 如果这次没有叶晨 我估计可能就回不来了 几林的语出惊人 让几思青脸色微变 他实在无法联想 叶晨和几林会有什么关联 哪怕两人见面 叶晨的实力 在昆仑虚也上不了台面 又怎么救几林呢 几林早就想把一切说出来了 继续道 姐姐 上次我见他是气动静 这次我见他 居然是神游静 这突破速度 我怀疑这小子身上一定有奇遇 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小子 居然还莫名其妙地掌握了阵法 阵法造诣 堪称 腰腻 连阵法天才白斩元 都无法抗航 什么 几思青骨颈不拨的脸旁 出现了浓浓的震惊 叶晨是凡根 这是不争的事实 整个昆仑虚的宗门都知 照常理来说 这类人想要修炼 一辈子都难以跨到神游境 却没想到叶晨做到了 这不是最重要的 叶晨竟然还掌握了阵法 甚至几林口中 还用妖孽二字来形容 几林作为他的妹妹 见过不少阵法天才 自然不会随随便便 乱用妖孽这个词语 关键还牵扯了白斩元 昆仑虚可是有着 白斩元的种种传说 这三个字更是 阵法天赋的代名词 如此说来 叶晨在阵法的造诣绝对害人 几思青胸口起伏 一把抓住了几林的手 从你离开开始说起 事无巨细 我全都要知道 几林感受到手臂的疼痛 放下薯片 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说了出来 从白斩元到叶晨出现 再到叶世天暗中出手 斩杀白斩元和那位大能 再到清玄丰之事 只不过几林很多事情 都是从叶晨口中得知 具体事情叶晨也没有多说 直到现在 林如海为何对叶晨如此尊敬 还是一个疑惑 几思青的秀眉一直贫着 没有舒展 他的眸子只剩下诧异 万万没有想到 离开半年的叶晨竟然如此强势归来 他曾经帮过叶晨无数次 根本不指望回报 而现在他发现 叶晨的出现直接破开了几家的困境 匪备所思又不得不承认 叶晨拯救了几家 这半年 这家伙真的得到了什么奇遇 只可惜 他现在仅仅停留在神游镜 他的起点太晚了 哪怕背后真的站着清旋风和医神门 想要在昆仑许有一定的话语权 也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